大家好,我是蜂小蜜 今天去买了一些明虾 打算做一个小时候爱吃的小零食 然后我们取出虾仁 不知道朋友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种虾片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经常就是买来那种半成品 拿来用油炸,就特别好吃 今天我就想要自己动手做 265克虾仁,倒入破壁鸡里面 加入3克食盐,3克白糖,2片姜片 倒入160毫升新鲜 把打好的虾泥分成2份 朋友们我们已经分好了1份是210克 因为我想要做一个菠菜味的 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这种果蔬粉 把7克菠菜果蔬粉加入到200克木蔬粉当中 搅拌均匀 分次的加入到虾泥中 然后揉成光滑的面团 像这样揉成团就可以了 另外一半我们直接做成原味的 把200克木蔬粉 分次的加入到虾泥中 分次的倒入比较好操作朋友们 同样揉成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把面团放在案板上搓成长条 然后切对半备用 水上开一下面团 朋友们一定要铲子这样推动一下防止粘底了 朋友们我们已经煮了20分钟 像这样捞起来灌凉水 然后捞起来放在烤架上风干 大概需要8个小时 朋友们8个小时过后 这个就变得非常的硬了 我们把它切成虾片 尽量切得越薄越好 朋友们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 切得薄口感就会好一点 切得厚的话也可以吃 就是口感会差一点 朋友们我已经尽力了 只能削到这样子 然后给它铺在大一点的烤盘彻底风干 朋友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只切了三块 本来我是做的四块 但是昨天晚上很不幸的是被猫给叼了 它在这里看到没有 猫的牙印 就是我们放在这个桌子上 然后猫就可能是从窗户挑进来了 结果就叼到我们大门口 但是我现在还是不想要那一块 因为感觉被猫叼过 不卫生 所以我们只做了三块 像这样子再给它风干 一定要把它的水分彻底风干再来炸 朋友们风干成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朋友们这个状态我们晒了一整天的太阳 因为全州最近的太阳还挺大的 如果是北方的比较偏冷的话 朋友们最好是摆的比较稀一点 这样子风干的效果会更快 朋友们因为我一次性做的比较多 可以用保鲜袋给它保存起来 吃多少炸多少 锅中倒食用油 油温烧至五六成热 下入筷子周围能冒小泡泡 就转中小火 然后抓一小把下空 一次性不要炸太阳 因为它会膨胀 可以稍微搅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差不多炸五十秒就可以了 朋友们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瞬间就烹起来了 以前小时候都是特别喜欢吃这个 朋友们我炸了四次就烹出这么大一盆 等一下就够我们一家七口吃了 而且还剩下这么多 这个只要给它保存起来 想吃的时候炸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哥哥 哥哥 哥哥爱吃木马 妈妈 今天回家真高兴 为啥 可以来吃中 那么好吃的虾片 比薯片还好吃这个虾片 这虾片哦 还有很多 想吃的时候我都炸 好不好 我一次性做太多了 妹妹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可以 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两个编的 好 我们家有个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 就是我们的妈妈呀 妈妈呀 到你了 我们家有个二美女 二美女 二美女 就是我们的妹妹呀 妹妹呀 我们家有个三美女 第三三 第三三 就是我们的爸爸呀 爸爸呀 我们家有个第四三 第三第三 第三三 就是我们的爷爷呀 爷爷呀 我们家有个第五美 第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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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奶奶呀 奶奶呀 我们家有个第六三 第六三 第六三 就是我们的弟弟呀 第十 呀 我把弟弟排到最后了 哈哈 因为你觉得他不帅 还是什么 帅呀 但是他还小 他还小 就只能排到最后是吗 对 他还小 衣服比较小 衣服比较小 爸爸衣服比较大 所以他排第一大 哈哈